嗨大家好我是大大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一間 採光超好想國外的家的空間 就讓我們來跟屋主Elvita度過他的一天吧 讓我們歡迎我們美麗的屋主Elvita 大家好我是Elvita 可以幫大家就是稍微介紹一下你家裡的空間背景嗎 這個房子大概住了八年了 然後原本是一個毛沛屋 我們那時候買的時候把它割成自房 然後一廳然後一個餐廚空間跟一個廚房 這邊採光超好的耶 那時候喜歡就是他的大面的窗戶 也是那時候選這間房子對 因為其實今天有一點點下雨 但是採光也是超好的 剛剛有稍微提到這邊原本是毛沛 那當初就是有找設計師來嘛 設計師做了哪些東西呢 如果我們本來就有一些家具 想要放進這個空間 舊家沿用 舊家沿用跟我們陸陸續收藏的 所以設計師主要就是幫我們監工 然後給我們一些意見 譬如說材質 或者是油漆 或者是木地板的一些建議 那我們就馬上來 從玄關開始看看你的家吧 玄關區這邊當初有做什麼電動嗎 玄關區那個時候因為 我們一進門 發現那邊就是一個窗簾 可能會有穿堂下老人家的智慧嘛 然後於是我們那個時候有做一個高台 大概150公分高 然後連結煙囪 煙囪 煙囪就是一個假煙囪 裡面是放音響管線 但是後來把它打掉是因為 它在視覺上跟我們實際入住 使用的感覺會影響到我們的動線 於是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其實與其糾結那個風水 其實我們心裡面的感覺還是比較重要 我一進玄關其實我有看到一個東西是我很好奇的 就是這個小碧櫃 它是一個捲簾櫃 很可愛 這很漂亮 這等於進家門的小雜物都放在這邊嗎 也不一定耶 但是因為它偏高啦 然後這個是因為它很稀有 所以我先生就是也在很多年間它就熟了這樣子 然後放一些很可愛的東西啊 它很特別是這種捲簾的本片 我發現就是客廳這一區的地板都是這種人字拼的 對 是當初一開始就覺得很喜歡人字拼這種拼法 因為我有發現只有客廳是人字拼耶 其實房間那一邊就是直拼的 一開始喜歡人字拼是因為我們那時候剛裝潢嘛 要裝潢的時候一直在看國外的照片 然後發現歐洲會用很簡單的軟裝 但是搭配一些人字拼的木地板 呈現出區域的分別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這個感覺也很漂亮 然後讓整個家更鮮活的感覺 我們也覺得可以應用 我覺得人字拼在空間裡面其實還蠻加分的 就會更有那種線條感跟設計感 然後一進客廳我覺得主要的 主角欸 其實好像大家都是主角欸 我剛剛一開始想講壁櫃 後來就覺得沙發也很漂亮 不過我們先從壁櫃開始介紹好了 壁櫃的話這個是自落 然後有五個壁角 然後他是 也是單賣學期師 凱克林森的設計這樣子 那他主要是玫瑰木 我蠻好奇的是這組壁櫃是 可能你們剛決定要搬家的時候 就選好的家具嗎 對 他就是本來就存在在我們的 清單裡面 倉庫裡面 然後就一直在想像說 有一天如果有第二個家 就可以把它展示出來 他像這個都可以拿下來 所以每一個東西都是活動運用的 可以做調整 是現在也可以拆喔 還是組裝的時候 可以啊 他就是卡上去 但這個壁角的話是索羅斯的嘛 他就沒有辦法移動 可是像這些層板都是可以隨意移動的 包括這個玫瑰櫃都可以拿走 這邊有沒有什麼小物是 你會想要特別跟我們分享的呢 小物嗎 都很喜歡耶 都很喜歡耶 但我們就是會搜一些瓷器都放在這邊 其實我覺得一看見就有發現還蠻多就是餐具類啊 然後杯子類的東西 收集這些算是你們的小興趣嗎 嗯 尤其是我先生啦 我先生的小興趣 原來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是這個平台耶 喔這個平台嗎 這個平台是一個 Sangari 一個藝郎 我知道喔 然後那時候他們週年 然後做的一個小平台 然後它是錫 喔 材質是錫 錫薄 所以很漂亮 我們覺得因為它放在某一個空間也是很亮眼 然後它也適合當泡茶台 這樣子也蠻漂亮的 好像真的有把家裡當藝郎的感覺 其實像櫃子上面的東西 你算是長期都是這樣擺設 還是偶爾會可能看心情 或者是可能有心動心寄來就會移動 會移動 譬如說雜誌就會移動 可能過一陣子 有新的書 或者是對某一個譬如說食譜有興趣 特別想要做料理的時候 就是會隨意的放在這邊 變動的頻率算高嗎 變動的頻率大概兩三個禮 兩個禮拜左右 很勤勞耶 有時候擺著擺著就會 會有一些新的靈感 對 會 這個壁櫃放這個東西是好看的 然後這個壁櫃配 原來是因為色調的差別的搭配 然後就會覺得還蠻有趣的 對 我接下來要問你一個 我覺得大家一定也很好奇的問題 就是這一組開放式的櫃子 打掃起來 會不會很麻煩 不會不會不會 我們一年會上一次油 但是平常它的確會有一些灰塵 那你就是用一些簡單的乾布 然後稍微擦拭就可以了 對也不用太過度的清潔它 這邊又有一組都是滿滿的玻璃啊 對很多石器這樣子 那這個櫃子是很後面才購入的 是後來才添購的 大概三四年前 因為它是老件 所以它有一些像貼紙痕 對對對 然後我們卻覺得無所謂 用過的痕跡 用過的痕跡 但是經過保養啊 經過上油 它的痕跡會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會再更圓潤一點 顏色也再更漂亮一點這樣子 然後為什麼會喜歡它 是因為它整個是玻璃 側邊也是玻璃 側邊也是玻璃 所以整個感覺就很舒服 那那個時候也會有點擔心說 它會不會跟北歐 會有點衝突 結果不會耶 很適合耶 對然後會覺得說 應該不會吧 就是喜歡說試試看 然後可以放這些收藏 就覺得也是滿開心的這樣 那我很喜歡這個小胡 超級可愛 真的耶 它是藤邊的 然後會有 它這個是彩繪的 是一個丹麥的瓷器的藝術家 這個是可以放餅乾 對 過年的時候啊 放一些可愛的小餅乾糖果 對 然後有一些彩繪的花朵 很漂亮 我們可以把它當藝術品來欣賞 又可以用這樣子 它就是潘朵拉梨的 現在滿多人喜歡的 這個是你們舊家帶來的嗎 這個已經很久了 那我們就是也不是太介意這些痕跡 那我們就覺得很漂亮啊 價格也合理 就出手了 然後這一個角落就是你剛剛說的 聽音樂的小角落 這是今年才買的 USM 算是新朋友 對對對 那會買是因為 主要是想要讓家裡的氛圍再更 簡潔一點 所以它有一個白色系的 所以其實你的家具也是 住進來以後 然後可能再慢慢添購 慢慢添購 隨著生活的習慣的不同 然後你可能 喜好也會有點改變 對 然後你就會做一些更換這樣 這一邊底下的地毯呢 我覺得它很特別 就是算是家裡顏色比較繽紛的 然後接著我就發現 原來你沙發底下還有其他地毯 那很喜歡這一塊 這塊是奧地利的 那主要是覺得它的平階的複雜性 複雜歸複雜 但它的顏色又很協調 剛剛看了很多客廳的小物 那我想要問你就是 如果你整個大空間來講 有沒有哪一個家具 比較大一點的家具 你覺得算是客廳裡面的靈魂人物 應該是沙發吧 那這個是水牛皮的紅色的水牛皮沙發 對 那也是丹麥的那個 Morgensen的沙發 這個叫2213 然後這叫2212 我剛剛有問這兩張 是同時買的嗎 果然不是 因為要同時找到兩張 其實還蠻困難的 所以仔細看它顏色會有一點不同 有點不一樣 那個好像比較暗一點 這比較暗 這真的是豬肝色很明顯 不過我覺得這個單椅 在這個空間裡面其實也蠻加分的 它是NY chair 我們是選搖椅版本 那我們那時候看的時候不起眼 但實際上坐了搖了幾下覺得 嗯 就是初期的舒服 其實走過來的時候有發現 就是這一邊的框有一個線板造型 這個這一塊還蠻重要 可以讓那個空間更流暢的感覺 對 然後剛才也做一個 小區隔嗎 對 使用空間的區隔 這一邊呢 我其實很喜歡你的餐桌這個角落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原餐桌也是我一直蠻嚮往的一個單品 原餐桌 一剛開始剛住的時候其實是長方形的桌子 有換過 然後後來是因為這個桌子是那時候的收藏 也是玫瑰木的深色的 然後就覺得我們可以換的小孩已經大了 我們可以開始用回我們自己很喜歡的東西了 原來 對 那這個它原本不是只有這麼圓 它可以把它彈開來 然後裡面會有兩片再伸展出來這樣 真的人多的時候也很方便 對 所以我覺得有些東西它雖然是老件 但是它也是有一些很生活的邏輯 很機能性生活的一些功用在裡面 我們就覺得蠻好的這樣 那餐椅也是一次買三張的嗎 對 我們其實原本是買四張 這張是最近買的 然後有一個凳子 對一個小凳子 它的作感非常好 所以我們後來有添購這一個 主要是因為先生 他想要再坐姿 因為生活習慣的關係 他希望他的坐姿可以再停點 就是背後不要有靠 所以也是隨著一些生活習慣 身體的狀況會做一些改變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個 一看過來就會看到背面 有一個編櫃上面有一幅畫作 這個是跟陳爵買的 原本這裡是空的 沒有任何東西的 那也是為了收納 那我們收納都比較喜歡 不做系統櫃的方式 那我們會喜歡這個顏色是因為我們覺得 跟我們家深色木頭家具會比較搭配 對 然後加上整個視覺會比較跳一點 因為畢竟這邊是一整個白色的牆 有發現廚房區這一邊比較多一些藤蘭的小收納啊 像這種收納盒你在買的時候 你就已經想好要把它們放在哪裡了嗎 會有大概的功能性的想法 譬如說這個可以放什麼東西 它的容積多大 然後它可以放在哪裡是還不錯看的 像這個是去上插花課的時候 然後剛好老師有在賣歐洲的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藤邊的那個方式 但是我覺得很少見 那像這個就是日本職人的藤蘭 它的做工就比較精緻 那像這個就是譬如說東南亞很便宜 就是那種你去逛他們的那一種跳的市場 就是一個可能才兩百塊 然後我覺得也很好用 雖然都是藤邊 可是這三個真的就是你仔細看 細節不太一樣 在進到那個廚房區之前呢 想要跟你聊一下餐廳的天花板 有發現你餐廳的天花板是這一種木紋的 因為那時候本來是那一塊 客廳的那一塊 它是想要做一點點不要白色 就是不要只是遊戲商場區 它希望可以做一點點不一樣的區隔性 然後說那還有餘料 那我們可以怎麼運用 然後說那你們要不要放在餐廳區域的天花板 效果蠻好的 效果蠻好的 可能是因為配上很白的空間 然後就蠻跳的 然後加上最用區域的分隔這樣 廚房區應該也算一天 你會待的時間蠻長的一個地方 其實我覺得廚房區蠻吸引我的是 它檯面是補鏽鋼的材質 我覺得蠻特別的 因為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是用食材啊 人造石啊等等 但其實補鏽鋼應該也算蠻好清理的吧 那時候選是因為衛生考量 因為怕人造石會有一些毛細控 你用久了可能會有一些食物的 譬如細菌啊湯汁 然後這樣不好清理 可能要整組換掉 就覺得有點太浪費 你上面會有一些髮絲 然後用久都會很 還蠻正常的 然後我們就是可能過個幾年 然後再重新打磨一次 就會跟新的一樣 我會看你可以接受它 會有一些使用的那種刮痕的感覺 不過我覺得上面這個小吊燈也很吸引我 因為它的造型超可愛 超可愛 很像清真寺的屋頂 或是小洋蔥這樣 下面這個小洋蔥 對呀它剛好有一圈一圈一層一層的 我們是時候也很喜歡 而且它是有點異材質 它上面這一塊是木頭的 真的耶 有一小結是木頭的 然後下面是金屬這樣 所以我們覺得也是蠻可愛的 我們很喜歡在一個區域放一盞吊燈 主要是覺得 吊燈呈現出來的氛圍還是很一樣的 我發現廚房這邊也有一個 家具的邊櫃是這一組 這組你也都是拿來放一些網盤嗎 對 就是實用上很好使用 就是在這邊可能做成盤的動作 對 那個時候這邊是完全是空的 然後後來是因為實用上的不方便 跟東西真的太多 需要一個收納 對 所以我們就是有跟那個 也是朋友做家具 台中的布森家具 然後他那時候 這完全都是實木的 然後就覺得說他的弓真的很細 然後下面他的門篇就是做一些 藤面的 藤面的 覺得很漂亮 這個櫃子好像算是家裡少數有藤面的 對不對 對對對 那其實我覺得他發現這邊 還蠻適合的原因 是因為就讓廚房有一個那種 雜後鋪的感覺 對 我們看完了宮領域 接下來要往私領域的地方走 那在進門的左手邊這一側呢 其實這個小角落我覺得也蠻吸引人的 上面掛這一幅畫跟這個必得很特別 特別是這個畫作 我們剛剛就一直就是被他吸引走 這個是日本一個畫家 他是用萬花筒的概念 然後如果你近看你感覺不出來 因為遠看感覺好像是一個海的波浪的立體感會呈現出來 真的耶 對 而且我們覺得很特別的還有就是他的邊框 是用有點那種螢光橘的顏色 然後遠看的時候很像那個畫自己旁邊在發光 這個地方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旋關了嘛 所以進來的時候我們就會希望說 有一個晚上的時候我們就會開這個燈 然後其他的地方就會是暗的 這邊就會留著一盞燈 留著一盞燈 譬如說如果有家人還沒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留著進門才不會無其麻黑 原來那個燈真的可以亮 我剛剛在想說欸 它是可以亮的 有耶 對對對它可以亮著這樣子 走廊這一邊其實有發現你也有放一些 就是櫃子啊跟畫作啊在這一側 對 其實你們走廊算比較寬齁 我們那個時候有請那個設計師幫我們 牆面隔間的時候再幫我們多留10公分 因為我們就是希望就是在公領域的部分 空間可以再更大一點 這邊就是放了一個邊櫃 然後這裡也有一些畫作跟 這燈箱也太酷了吧 這個有什麼特別的故事嗎 它原本是國外的銀行的招牌 這真的是一個招牌欸 對對對 然後後來我們這個不可考 但是我們就覺得這個顏色很漂亮很強眼 確實剛好家裡也有一些紅色的沙發啊 然後有些櫃子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它可以當成一個擺絲 或者是夜燈那種感覺 目前就是走進來這一個走廊 跟剛剛看過客餐廳 發現家裡的牆面全部都是留白耶 對 那時候都沒有想過要七特色的顏色嗎 沒有想過 因為本來就收藏的家具非常多 然後還有畫作 所以就覺得最安全 可以擺放 然後融合這些東西的應該就是擺設 那其他比較鮮活 跳脫出來的那個顏色的代表 可能就留給家具啊 或者是畫作來呈現這樣 我覺得這前方蠻好的 這個小角落 我之前在看妳IG的時候 就很想要看實體的一個角落 因為它看起來就是一整面的書牆 燈光就是黃光很溫暖的感覺 那這個書牆是因為我跟我先生的書真的很多 這個空間沒有辦法再隔一個書房 所以這個位子本來是小孩房的套房 就是它是有衛浴的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衛浴其實不需要太多 打燒起來也不方便 那不如把這個空間隔成一個書櫃 對 然後剛好它是在一個廊道的鏡頭 一個小角落 那我們就覺得說這個地方就可以挖在這裡 有時候那個藍牙音響打開啊 聽聽音樂 然後挖在這邊 喝喝水啊 然後看看書 然後就覺得可以暫時先跟客廳那邊的一個空間 做一個比較有距離 這個單影看起來也很有故事 這個是我在懷孕的時候買的 因為那時候完全沒有接觸太多北歐的椅子 但是我就是追求就是覺得說肚子越來越大 我希望可以是個舒服的 它基本上面有設計師 就是我們已經不知道它設計是誰了 但是它的形體也不是很北歐風格的形體 因為北歐風格它可能追求一種流線 對 這個比較有點鄉村風的感覺 那我們就覺得 其實有些事情也不重要 就是做得舒服比較重要 最重要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主臥室 其實主臥室的風格跟外面就是很一致 就是延伸進來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家具木頭的顏色 也都是比較接近那種玫瑰木櫻桃木 那種比較深色的木頭 像這些櫃子也都是老件嗎 對 那其實你們家還蠻大部分的家具都是老件 對 我發現你們床尾這邊有一個 有點像長凳概念的床尾燈 它其實也是老件 它其實本來是客廳的桌子 一個很大很大的桌子 然後我們就是想說 它可以放在我們的床尾 有時候擺放一些東西 就是靈活運用 或剛洗好的衣服啊 暫時放在這邊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吊燈 其實我剛在外面看的時候 就有發現你們的吊燈都用那個 勾勾勾起來 然後我以為是 可能外面位置的關係 所以用刮勾 但我發現每一顆都是這樣子 所以是故意的耶 就是我們就這樣就會很好更換 你們是真的會可能這一邊 換心情會換一個小吊燈的嗎 對 真的 譬如說現在是這個方形的 然後我們還有買一顆是球形的 然後有時候就是 有時候會想要更換 這一個牆好像算是 家裡唯一一面 比較用到褐酥塗料的 他那個時候我們是請那個 油漆師傅 他說他有一塊 有點像是龜藻圖 他說可以除濕 或者是他說抹起來會很漂亮 所以他是用人工的方式 就是很隨意的塗抹上去 雖然也是白牆 可是就有不一樣的紋路 這邊有一個就是 比較像化妝桌的桌子 小書桌 對 其實這是算是我的小書桌 或者是化妝桌啦 譬如說飾品啊 然後一些小東西啊 放在那邊這樣 所以這邊也算是你的一個 個人的小角落 這張單語呢 這張單語你也會 這張單語是 北歐 Fing You的 然後有時候會坐在這邊 喝茶 然後衣櫃也是坐到滿這樣 然後衣櫃也是坐到滿這樣 家裡唯一的 家裡唯一的 是家裡唯一的 系統櫃 對 唯一的系統櫃 那那時候 那個木工師傅也有說 你們要坐到頂嗎 坐到頂可能會有點壓迫 或不好使用 可是我們後來發現 坐到頂好像 第一你未來可能還有 多的空間可以用 再來是他比較不容易積灰塵 我覺得也有 就是你這邊坐到頂 可是你寬度沒有坐滿 所以也會比較好一點點 不然你就會覺得 很壓迫 對 好像這一面牆整個都往內推 謝謝LVTA帶我們逛一圈你的家 其實我覺得看完你的家 就是我再度對於那種 留白的牆面 然後配上各種各式各樣的家具 覺得這樣子的做法很吸引人 也很謝謝你就是 讓我們陪著你過了一天 謝謝你們來陪我 大家有對LVTA家哪一邊特別印象深刻的話 也歡迎在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或者是你有知道 誰的空間很漂亮喔 我們去開箱的話 也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就謝謝LVTA 謝謝大家下次見 4位 8位 2個 2個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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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